所以电话有打吗 后来 后来肯定是有打电话 是谁打给谁的 肯定是他打给我呀 对 那时候确实有一个 你不是那时候对他没有好感 他会 他不是直接打给你说 你有没有空出来吃饭吗 不是这样 因为我肯定不会去的 他说有个工作什么的 一个 他不真是有工作 我不客气的 是真是有 就是那个时候 真的是有一个工作 蛮适合他的 我说你去不去 他说没时间 那我说我来试试 他还帮我调时间 因为我正好是那时候 是张继忠老师的组 我恰巧跟张继忠老师认识 那我说能不能协调 你有没有不认识的人 那许先生都认识 你认识李小龙吗 可是你对他有渐渐有好感了吗 也没有 因为只是觉得有交集嘛 因为那时候我在拍戏 就在向山 然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那他就会一直来探我的班 开车五个小时过来 然后看我 然后再回去工作 会不会其实就住在隔壁 只不过表演 表演开车过来啊 所以那时候我也在拍戏 所以那时候是你在追他的时期吗 算是吧 在互相感觉吧 所以黄晨英那时候是高兴 看到他来探班吗 其实我 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吧 就是因为 你肯定是作为女生 条件很艰苦 然后你肯定有人给你送温暖 关怀的时候 你肯定会接受嘛 可是要到片场会一直烦你吗 就是一直讲很多话 如果是交往对象 那叫做聊天 就是不叫做烦你 他可能说 你知道我开始快多久吗 我经过那个什么压门 那个那个什么山呢 对啊 如果交往 那黄晨英就会爱听啊 那不会像你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是很多时间是他在讲话 是吗 就是我们两个如果 其实我是一个挺能讲的人 因为我原来有可能去做主持人嘛 对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 基本上都是没话的 就是听的 因为他就把所有的话都讲了 所以你们两个 现在在家的状况是怎么样 就是起床之后 他就开始有东西可以讲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 就是很少有个时间 能够重复杀 你在躲他是不是 对 确实 你今天晚上七点有空吗 他说有啊 那我不在家 能躲多久 躲就躲多久 我觉得怎么这个是 我们俩挺好的 怎么被孩子给带勾里去了 荒荒荒物 小年陪伴 每周二代优酷不见不散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